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耀邦是认错 赵紫阳不认错 胡耀邦检查 赵紫阳是拒绝检查 那么胡耀邦受到了降级待遇 赵紫阳是被终身软禁 还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差别 就胡耀邦的倒退是86年学潮 86学潮毕竟不是一个全国性的 没有那么大的震动 当时起源是安徽 高潮是上海 结束在北京 那么对整个政局没有形成重大的冲击 但是86学潮就有个89名 埋下了富比 那就胡耀邦的下台 所以胡耀邦下台之后 邓小平他们通过非法程序让他下台 胡耀邦也没有怎么做抵抗 也没有怎么去反抗 他明明他是可以组织一些反抗的 那么后来赵紫阳下台就不一样 那是整个89名运这么一个大格局 全国300多个城市都反了 整个就是北京都是成百万成百万的游行 各地都是几十万的游行的规模 而且持续两个多月 所以对政局撼动非常大 那这个就构成了一个 就给赵紫阳加的罪名非常严重 叫做支持动乱分裂党 就是把赵紫阳推到了党的对面 所以这样的结果呢 两人受到的待遇不一样 但赵紫阳呢 我刚才讲思想走得更彻底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 谢谢 文谦 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我觉得的话呢 主要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吧 第一的话呢 就是胡耀邦的客观上讲 在党内外的民意基础呢 比赵紫阳要高 这是中共任何执政者 必须要考虑的 那么这一点呢 主要是跟胡耀邦的为人 他的这种开明 宽容 亲民作风 这个特别是 还有包括平反冤假错案 这件事情的话呢 都为这个胡耀邦呢 赢得了广大的这个民意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刚才破空呢 也讲到 就是说呢 你要拿胡赵两个人来比较呢 这两个人的话呢 这个虽然都是被废除的总书记 但是的话呢 情况不一样 胡耀邦的罪名 当时废除的时候 轻得多 只是对自由化 反自由化不利 那么而且的话呢 他检讨了 关于检讨的话呢 这一点我想再多说一两句话 在这一点上呢 胡呢不如照 那么我当时知道一点情况呢 就是在这个1986年底的时候 在邓小平家里面呢 主持了一个批胡的谈话会 这个邓的态度呢 十分严厉 这个激动的时候呢 站起来 拍着椅子被子来这个批胡 这个胡的话呢 压力非常大 他会后呢 就回到家里去 他跟他的家人呢 开了个家庭会议 来看看商量怎么办 家人当时一致的意见是 不主动辞职 胡当时呢 也接受了 但是呢 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的话呢 又变卦了 这个主动提出来辞职 而且的话呢 给自己的话呢 上纲 上线 说自己成了这个坏人的保护伞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这个 慧的话呢 还是把他批得非常的厉害 这个 这个胡耀邦最后出来的时候的话呢 坐在那个台阶上 这个痛哭失声 所以的话呢 他心里面觉得很委屈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 他就是两年之后啊 可以就是抑郁而死 在这一点上的话呢 胡的话呢 不如照 再有的话呢 为什么中共现在对这个 胡照之间有区别 根子呢 就在于这个邓小平 邓小平的话呢 认为的话呢 六四这件事情 是这个 给他毁了他一事声明 他一直耿耿于怀 死后的话呢 都不敢保留骨灰 那么这点上的话 他六四之后呢 他想了 他有几年 两年之后 他想 他可以原谅 胡耀邦 但是不能原谅赵紫阳 认为赵紫阳 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 赵紫阳呢 在他的回忆录中呢 对这一点呢 专门做了解释 感到很委屈 嗯 好 谢谢 接下来我想问问 在我们野博士的 王康先生 刚才几位都谈到 就是说 胡耀邦这个人呢 对他的评价是 在党内和在这民间呢 是分歧相当的大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党内对他是有相当大的 这个意义的声音 那么尤其是邓小平本人 那么在民间和知识界 对胡耀邦究竟有 哪样一些具体的评价呢 对胡耀邦的这种怀念 那种非常高的一种 这种评价 那是中国社会的 一种特殊现象 我相信如果有民意测验的话 有一个民意测验的话 那么中国知识界里边 青年大学生一代 六四一代 那怀念胡耀邦的 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 那么今年到去年今年 陈破空先生的两位学生 陈魏和这个于世文 这两夫妇是广东省 这个学运的 两位主要的领袖之一 那后来都坐牢 然后改变自己的人生 他们去年今年 他们在先后在华县 在定县公开的这个 纪念六四 尤其是今年把这个胡和赵的 两个大的头像 弄在他们整个背景上 这个是很强烈的一种象征性 有六四一代 大学生 青年大学生 没有忘记六四 没有忘记胡赵 在青年一代身上 或者中年一代身上 在他们来看 胡和赵是一家人 是他们的导师 是他们的先驱 是他们永远要怀念的人物 那么我想这个知识界里面 你比如老一代的 不要说了 李瑞 李普 胡纪伟 甚至包括胡启力 这些在所谓的 在胡耀邦 生前工作过的 跟他共事过的人 有很多公开文章 他的一些同事 比如温家宝 比如田济云 都有公开的回忆文章 这个里面 我想引用这个胡德平先生 他自己的一话 胡德平当然是中国 目前知识界的一个 特殊的 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人物 他先后在80年代 就写了为自由民炮 后来也被批判 这也是他老爹 可能被批判的 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他写在中国 为什么要改革 中国为改革民放度 他对他老爹有个评价 我觉得代表 知识界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他说我父亲 按照马太福音的观点来看 走的就是宅门狭路 但是只有走宅门狭路的人 他可能掌握一种真理 他说我父亲走的是 人家不愿意走的 不敢走的 不想走的道路 你得有七驱小路 或者说就是地狱之路 所以我刚才回到 我最初来 我觉得这个胡耀邦 是个典型的 还不是一般的 好像很勉强的 一个圣贤人物 圣贤人物 他就是真诚 他就是有良知 他就是热情 他就是光明磊落 他到时候在党内 混了这么多年 到总书记的位上 他应该有点臣服吧 他应该有点那种谋略 有点浮私 基本上没有 尤其在中共这个统治集团那边 实在是一个奇迹 就是等于他一点后黑的理论 都没有掌握 我还差一句 某种意义上 也许他失败了 他是那悲剧人物 但是我绝不把这个 成王败寇的理论 放在胡耀邦身上 他的精神 他的道德 他的人格 甚至他的政治遗产 远远超过邓小平他们 对于就是像讲的 有时候这个真理 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 好 接下来我想请文谦 我们来再追问一下 就是说胡耀邦和习近平的 这个父亲 我们现在把镜头放到 现在当今的中国 中国当今的政坛 因为习近平 他的父亲习仲勋 跟胡耀邦是相当的交好 那么在胡耀邦 落难的时候 遭到非议的时候 习仲勋能够出面 为他挺身而出 那么在后来 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胡耀邦本人 对习近平 也有一些关照 那么这一点 对当今的朝政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否会有影响 我觉得基本上 不会有什么太多影响 当然了 习近平的父辈 跟胡耀邦交好 习近平自己心里会有数 也会念胡耀邦的好 而且也会在他执政的时候 尽可能地 来把胡耀邦 作为一个正面的价值 来宣传 但是前提是 不能危机共产党的统治 因为习近平 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他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救党保全 因此的话 胡耀邦你要是宣传的多了之后 如果的话 特别是胡耀邦 这么一个 他的这个风格 刚才王康先生也讲了 他是一个圣贤式的这种人物 跟中共官场 现在的龌龊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习近平来宣传胡耀邦 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 那么前提就是 不能危机共产党的统治 好 谢谢 接下来我想问问 在纽约野博士的陈破空先生 陈先生说到习近平 以及胡耀邦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习近平和胡耀邦 他的后代 就是胡德平 胡德华之间 据说也有一些互动 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想这个习近平应该心中有数 在导胡耀邦的会议上 他的父亲习仲勋 是唯一出来仗义直言的人 因为那个八大佬 对七大佬都是批胡的 尤其像王震还骂这个 胡耀邦是胡乱邦 那么习仲勋是挺身而出 说你们这样搞不是逼宫吗 从演这个就是文革的一些场景 这个甚至这个扶袖而去 那么其他比较 不是八大佬的人 敢入不敢言 想帮胡耀邦说话不敢 比如说像田几云这些 所以这一点 我想习近平应该心中有数 他如果善用胡耀邦这个资源 会是他的一个政治遗产 另外的话 他去在河北 去那个想试图发展的时候 河北省委书记高阳 对他是很不客气 总是不提拔他 不重用他 这个习近平找他父亲习仲勋 习仲勋又找到胡耀邦说话 就胡耀邦亲自打招呼 这高阳还是不卖帐 胡耀邦就把习近平调到福建 去任一个地委书记 说对习近平是有恩的 那么现在看出来 习近平跟胡德平之间 就胡耀邦的长子之间 有些微妙的互动 一个是十八大之前 他们有一些交心的谈话 特别是习近平 神隐的两个星期 消失的两个星期 这个胡家是出来放风的 像胡德华出来放风 说没事的 那么这个 他们之间有一些交流 另外现在最近几天 胡德平去访问日本 那并不是胡德平本人 去访问日本 而是受习近平之托 去访问日本 显然是探讨这个 这个日本的 这个改善中日关系的 这么一个渠道 因为胡耀邦是 被中共党内所亲日的 当时李先年骂他亲日 然后他邀请三千青年访华 甚至这个提出这个建立 日中21世纪友好委员会 甚至胡耀邦有句名言 要让中日两国人民 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说这次习近平派出胡德平 去日本贪风 很有意义 而且胡德平去了 受了高规格对待 比如他会见了一个官方长官 他会见了外交部 这个日本的外相 说这个就说明胡德平 单身了特殊的使命 至于他们两人关系 将来怎么走向 胡德平代表了太子党中 比较自由派的一面 而不是保守了那一面 如果是习近平 更多地接踪胡德平的话 那么他可以往右 往自由派的方向 更倾斜一些 但这个也取决 中共党内权力起伏 好 破空 那么我还想再问您 就是说我们继续把胡耀邦 放在当今的 这个历史的框架中 您认为当今的中共 还能出胡耀邦 这样的人物吗 为什么呢 因为胡耀邦赵紫阳倒台之后 给中共党内 立下了一个教训 就是说如果你不跟着 利益集团走 如果你的言行出格 你触犯了既得利益 伤害了既得利益集团 对不起就让你出局 哪怕你是总书记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 就是有几个总书记 都是这个命运 包括了最早的 创党人 创始人陈独秀 都是能够坚持理想主义 能够为民众说话 不是站在党的小圈子说话 结果他的命运就是出局 胡耀邦跟赵紫阳都这样 后来受到的待遇 胡耀邦下台 得了心脏病 很快得到心脏病 后来很快突发心脏病 淤淤而死 而赵紫阳 我们记得丁子林 就是六四乱属丁子林 天安门母亲 他去看赵紫阳的院子 他去评调赵紫阳 他就很惊讶 他赵紫阳这个院子 这么小 这么狭窄 他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跟普通人无异 他没有想到一个总书记 被逼下来 是这么一个处境 就中共是什么利益集团 就你下去了之后 把你的待遇也降级 你原来是总书记 我不跟你总书记待遇 我给你一个县级的待遇 也就对其他的高官 就是一个警告 说胡赵下去之后 党内的生态极大的变化 保守派当家 这个越左越当家 越强运也能够站住脚 就谁都怕得罪利益集团 说到现在就成了改革派 几乎绝迹这么一个迹象 说到这种情况下 要再出现胡赵斯的人物 我看是非常难的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 在节目现场的王昌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还能不能出现 历史当然不能减 不会简单的重复 但是我觉得在本质上会出现 因为胡耀邦也好 赵紫阳也好 他们都是遵从历史的呼吁 来解决中国的危机 现在中国的危机 显然没有过去 显然深重的多了 危机深重的多 总的要解决 不是张商就是李氏 至于具体的人 那个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很难去预测 去算这个命 第二就是赵紫阳 胡耀邦他们 避尽胡赵体制 在中国经营了中国将近十年 这个十年是中国人 特别怀念的这个十年 尤其知识界 这个比较健康的 比较正常的 很有希望的 中国的改革十年 可以说是个黄金十年 经过六四到现在二十几年的 这种倒退 历史的大的溃退之后 能不能更加怀念那个时代 因此 胡耀邦这种人物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历史舞台上会出现 我认为 如果说有一个必然的话 它是必然的 否则这个国家 这个党 这个民族 就太没有希望了 好 接下来 我想问问在纽约演播室的 高文千先生 那么高先生 胡耀邦呢 他已经去世二十五周年 六四呢 今年也是二十五周年 那么胡耀邦呢 和六四事件分别给中国和中共 都留下了哪些遗产 我觉得呢 胡耀邦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呢 不是他的思想 而是他的人格的感召力 那么胡耀邦呢 刚才咱们谈的话题呢 就是胡耀邦他思想上呢 并没有真正的 跳出共产党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 那么呢 思想上还是党的业员化领导 新闻工作还是喉舌 经济工作还是 还是计划经济 但是的话呢 胡耀邦呢 他的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他亲民 他这个宽容 对知识分子 他开明 这一点的话呢 人们的话呢 反而觉得胡耀邦呢 虽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但是呢 他 人们感觉到他可亲可敬 那么特别是拿刚才这个 这个胡耀邦的这么一个形象 跟现在官场的这么一个龌龊 这么一个比较起来的话 更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 而且呢 对现在胡耀邦的形象呢 对这个当政者呢 他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利用 他同时呢 他又给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胡耀邦呢 是今后呢 是这个中国社会转型的道义资源 好 谢谢 最后呢 我想请破空 您来谈谈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分钟 我想这个胡耀邦给中国留下是改革精神 就是改革大有作为 中国是一个需要改革的国家 那么另外他给中共留下的是人道主义 人道精神 因为中共基本上是个利益集团 是一个专制集团 一个独裁集团 那么胡耀邦的意思就是 中共不能够执着 一些教条主义 或者是既得利益 应该有人道主义 就是不应该只有党性 而且有人性 他就带了一个头 他主动的在关心民间 所以那个 谁拨一拨骂他 全国各地跑 实际上他的确是在体察民情 他是觉得该人民共呼吸 他更多的不是在党内经营 而是到民间去经营 所以这个应该是 他留给中共党内的一个启示 等于说这是一个 他是草根阶层的 这么一个代表人物 好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特别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刚才讨论了胡耀邦 奇人奇事 以及胡耀邦 跟六四的关系 那么最后呢 是胡耀邦给中国的历史 给中国的现在的社会 和中国共产党 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教训 感谢三位嘉宾 王康先生 高文谦先生 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提出您的建议 我是宇舟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